我是在美国访学的学生 我在6月22号的时候 在微博上面购买了7月5号 从洛杉矶经首尔转机 回厦门的回国机票 但是现在我人已经在国内了 那张机票始终没有出票 机票款也一直没有退给我 据我所知 跟我一样因为着急回国购买机票 但是遇到了被骗 这种情况的有上百人 画面中的女孩名叫李默 是一名中国赴美访问学生 今年4月 她顺利完成访问项目 准备启程回国 因始终未买到机票 无奈之下 她在微博上找到了一个 自称是票务代理人的用户 再三确认后 她以24000余元人民币的价格 在对方公众号上下单了机票 没想到在付款的时候 问题出现了 在付款的时候 我表示说只能先付订金 付了订金 对方给我出票信息 我向航空公司查了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才能付余款 对方说可以 付完订金之后 三到五分钟就能出票 然后我就给对方 转了一万的订金 但是订金转过去之后 对方又跟我说 因为给我留票 留得太久了 并且我这个票是特价票 得付全余款 她才能给我继续出票 我当时就比较松懈 就给她转过去了 但是转过去之后 对方又跟我说 得等三到五小时之后 才能出票 我等了大概四五个小时 还没有收到收票信息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此后 李默联系航空公司确认 发现并没有自己的订票信息 于是她向代理商提出退款 但对方却一再搪色推脱 李默最终选择了报警 联系了国内的警方 警方跟我说的是 因为我的付款操作在境外 所以我得联系我当地的警方 所在地的警方确实帮我立了案 问了具体的信息 但是最后她跟我说 因为银行都在中国 他们没有办法到中国来走程序 取证之类的 我联系我户籍所在地的警方时候 他们跟我说的也是 因为我在境外转的账 他们没有管辖圈 所以没有办法给我立案 我也联系了对方收款账户 开户航所在地的警方 他们给我表示的是说 如果我在国内立了案 可以给他们发协查函 请他们协助 让李默没想到的是 她发现和自己 有一样经历的留学生 不在少数 从几千到几万都有 其中被骗的最多的到了十几万 有的同学本来预计回国 但是买机票的钱被骗了 也不太好给家里说 然后就跟其他同学借钱 还有一个同学是 跟对方提出要求退款 然后对方跟他提出要求 说要看照片 加QQ之类的 据了解 实施诈骗的社交账号 大多相同或相似 账户也一致或有强关联性 诈骗套路往往要求先付定金 后发送假出票信息 诱骗其支付尾款 并以各种理由搪塞退款 甚至将购票人拉黑 李默说 希望用这次经历 提醒大家谨慎购票 以免上当 我最后是通过下航官网预约 买到的回国机票 我也希望用我们的这个经历 提醒准备回国的同学 在买机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尤其是给陌生人转账的时候 一定要核实好对方的身份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尽可能通过官网买票 以避免受偏上当的情况发生